爱上新鲜又再度到澎湖 与牡蛎养殖渔民蔡大哥合作 真实完整呈现澎湖带壳牡蛎 新鲜美味的秘密 澎湖牡蛎培育在叫声的内海中 采用符筒延伸锤挂的悬吊式方法 每串牡蛎细于绳索 而全年都悬吊锤挂在海面下 不会裸露出来吃到海沙 直到每年的禅积约六月开始 收成至十月下旬结束 爱上新鲜为了完整呈现 渔民辛苦工作的画面 随着牡蛎农蔡大哥 于凌晨四点半搭竹筏出海 约二十分钟后 到达一排一排可采收的牡蛎田 又称海洋牧场 江西在绳索上的牡蛎拉起 以人工的方式一串一串的收成 新鲜收成的牡蛎 每颗线开都是肥美饱满 品质优良 渔民辛苦的不断采收牡蛎 从天色灰暗到量级 直到整船再满一楼楼的牡蛎 即可返回渔港 这时还不能休息 要将牡蛎吊上货车 马上载至工厂 将外壳用高压水柱冲洗干净 接着急速冷冻完整保存新鲜 直到宋志宁的手中 同乎海鲜一向以新鲜 纯净好吃 闻名全台 原因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听听蔡大哥怎么说 海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水质的问题 水減度 海水沿度相较于台湾近海高 二至三度 水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海鲍没有污蔬 这是重点 像说因为它没有感情 没有发射污染 没有水质污染 又有黑潮的滋流经过 为海域带来充沛的养分 在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完美条件下 澎湖牡蛎 在这样的海域缓慢成长 所以肉质紧实 吃起来特别鲜甜 因此造就澎湖牡蛎品质优良 新鲜美味的关键 完胜其他产地 买回家的带壳牡蛎 要怎么料理 让农鱼局陈局长来告诉您 澎湖的带壳牡蛎是非常好 一个最简单的 就把它洗干净之后 放在大桶电锅里面 蒸熟马上就可以吃了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没有电锅你也有蒸桶 那你一样就是隔水加热 一样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是非常方便的 也是最好吃的 另外用烤的也很适合 除了吃到鲜甜味之外 还有淡淡的炭烤箱 别有一番风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